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会通常人都会比较正气一些 善良一些吗 我会觉得就是case by case 而且教会跳出宗教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地方 我会说可能给大家学不同的经历 教会就有正经的教导 但是实际上个人有没有改变 我会觉得是看个人有没有在他的经历中有去转变 所以很难去定断 你跟鬼人认识了多久呢 我跟他认识了 我跟他认识了 可能才是两年多 他是一位军装警员 他当时还是一个军装警察 应该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就正式全职地在他们的生意上发展 那他做了警察多久呢 没有记错 他应该都有四年了 是的 好的 那你也说回全小陷阱 你的经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那我的经历是去年7月发生的 那其实我个人其实在去年4月的时候 也跟我说过 他找到一个生意 很兴奋地打给我去听 那时候我都没有知道这件事 但是叫他加油 那我说回7月那个事件 那其实7月月中的时候 他邀请我到他们的 旺角的中心去看 就是宜安国 那我就下午下去 因为那时候我实际业 就没有工作 所以变成可以下午到他们的 全职中心去看 我想简单问回多一点背景资料 因为本身你说没有了份工 你是不是因为疫情所以没有了份工 相信就是的 因为那份工我都是做了四个月左右 那就是去年年头开始做 那后来就四个月之后 那就被人就算自己辞职的 那都是相信因为疫情的经济 所以就变成不能继续工作 那其实就下去了五天左右 一个星期的 那就下午的时候 每天都有些不同的一些 一些cost要上 那有产品 关于产品 那当这件事完了之后 那应该 没记错 那应该 一两个钟头内 那就可以听那些过程 有人去讲 那之后再有一些时间 那就会有不同的 一些所谓的生意的人 就会过来和你去分享他们的经历 那为什么只有一个星期 那就是一个星期 那之后就是因为他们 疑安局那边爆疫情 所以就不会再落到中心那边 你都落得很密 一个星期落五天 那时候比较旷徨 所以他介绍到 那就下去看看 而且因为他一个人 我自己都认识的 所以他也有看着我 是是 有没有一刻真的洗腦呢 你那时都去得那么密 我想可能某程都有些少少 就是他们会很 如果现在想起 他们会很用一些心理战跟你玩 就是说 你不是想着一生去打一份工 你以前都没有一份工 做得那么长的话 那你应该想一个方向去 用另一个方向去发展你自己的生意 或者是找另一个方向去找你的出路 就是会很用很多不同的心理战跟你去调 是的 所以你最初你头几天很快就给了五千多了 我第四天就给了 其实我从最初还没想这么快给了 其实我从最初还没想这么快给了 我觉得我听别人说话好像有些奇怪 好像没有重点 只是说来到这里就找到很好找 第一次就觉得很适合 那就给了钱了 而我到第四天决定给了 就是我想那刻决定相信下这个鬼人了 好了 到后期他们邀请你上38 是不是 是的 我第一次听原来要有些所谓的什么 不是面试 是的 听38 听他们说正式上38的位置 就是他们的主持红姐其中一个物业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其中一个物业是私人主宰来的 我就上去听 其实说那一刻都是红姐旗下其他的一些全职人员 就不是我认识那两位了 他们会说完一门之后 他们会再很亢奋说 你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个制度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真的明白 你明白我们说的东西 那当我说OK之后 那我就要先去填一张 一张随似的形式 其实问一些问题 主要都是问回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 你觉得做不到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方法去处理 那之后就当我填了所有问题之后 那些问题应该大约有八提到十提左右 那之后就会有再另一个 他们都是他们这些人来的 但是就不知道是什么等级 那就会跟我在电话里 跟我去谈回 看多我写的东西 就问回我 你是怎么敢写 就是问多些细节 嗯 是 我想问一下 现在其实 由七月开始 去到八月份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邀请你 可以试试38 其实有没有说 叫你去试试 拉人头 找一些朋友 那些东西 那时候就未正职 但是就 叫我可以试试 跟其他人说 就是其他人说 你有些什么经历 没有正职 真的叫我去找人 那没有付钱 是吧 没有付钱 我仍然付了五千 即是付了一二十五个位置的钱 是的 但是他们那时候 应该会叫你付的 是吧 就是说到38个位置 是的 是吧 就是 就是他们和我说了 那个 填满那个不是 之后 面前 所有面前之后 就会开始说 你会怎么去 付你这个38位置的钱 你会在自己的职续 或者去借钱 或者去 和你朋友 和家人去求钱 是的 是的 那你当时怎么回答他 那时候我就说 我要做些研究 因为 我迅速不方便拿出来住 所以我再看看 如果是借钱是怎样 所以他们就没有再去 去逼我 要什么时候给到 只是叫我慢慢来 那他之后呢 他们还会不会有再 可能你的电话 吹你 问你 这个情况 那样 就没有什么 特别吹的 那 唯一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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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他们突然有一天 跟我说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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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放在那個洪姐那裡 那我就覺得 啊 為什麼這麼特別 為什麼那一刻跟我去談 條數的時候你不說 你等到隔了多少天之後 你才跟我說這件事呢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這麼奇怪的他們做這樣的生意 我發現最好是 除了他們這個方法上 好像很多人都不肯去說得清楚 還有我也有去試試找他們的產品 一些補助者 因為他們的產品其實有一個 叫做Trading Channel 就是Trading Company的一些資料 我也試過打他們的電話 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有合作 但我的電話就沒有試過打通 那之後你簡直是Block了他們的電話 還是怎樣呢 我就有Block了他們的電話 因為我覺得 不是那麼想再跟他們聯絡 暫時來說 嗯 還有我知道你有去 警察投訴科那邊投訴的正式 是不是呢 是的 其實最初也不想做這個行動 始終我也想說這個人是朋友 當他清醒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要作出一個投訴呢 就是我看到我們有個PG朋友 我看到他旗下 就是有一個他的警察 警察一個女警 看下去那五天我看過那個女警一次的 那我看到有人把照片鋪出來 那我就覺得 咦 這樣是不是 啊 這個我講的 我看到他找他們的朋友 那他的同事 那我覺得好像事態嚴重 那樣 他會找更多的人下去的 那我就希望 那我就希望 那我就投訴 讓警方注意這件事 注意他們有 內部的員工是做這些行為的 那就是 那就是除了做公務員 但是我也有控訴 被勞 那還要在這個預事傳銷的工作 警察方面當時是有些什麼的回應呢 那本事方面就沒有特別的回應的 那就是我投訴了之後 他就出一個電郵給我了 那其實落案那時候都是透過電話 那當時落案的警長都問回我一些細節 那我想我相信情況就好像平時告案那樣 那就是比如類似是說 那你怎樣確認他是一位警務人員 那他當時是怎樣跟你說的 那你有沒有給我這麼好的金錢 那最後是有沒有任何的選擇 那大致是這一個問題的 是的 但是之後他們就給你一封信 但是其實鬼仁 那位警員他都在年底的時候 其實就自己辭職了 是的 是的 所以變相來說 那對他的影響就不算很大 因為他自己都打算辭職 我都相信投訴這件事 其實對於他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因為我投訴的時候都已經是十一月八 那根本上等到警察被監查得來的話 我想都不知道等多久 那我明知道警察部會不會說會有索尋之前的一些行為 那就是純粹他做這個行動 那我做這個行動是 就是希望可以警察警方一面 可以認識到他們有人這樣做事 那就是有些人是 他們有這樣的同事是做這些行為 但是現在你還有那間教會 那不是很尷尬嗎 會不會呢 那他們兩位都沒有回來 所以我覺得都沒有特別 我都是繼續回那邊 我覺得等他們再回來 我會再算 我會再看其他導師 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關係 最後會不會有什麼說話 都想跟一些跌落傳銷陷阱的人 或者一些身邊的朋友 究竟是不是傳銷來的呢 這件事去跟他們分享 說幾句 我會覺得 可能那個朋友 有時候真的是真心幫你的 但是他用錯方式 那我會覺得 真的要想清楚才可以做決定 不要用太過感性開放去想 還有 有時候可能真的 你自己第一個想法 真的相信自己第一個直覺 希望第一個直覺 本身都會想到 是不是真的傳銷呢 但是那時候 我就沒有相信自己直覺 就是希望相信朋友一次 那就中了福利 是的 還有當時你又 就是 找不到工作 還沒找到工作 都急 那你現在呢 現在找到工作了嗎 現在是有份工作的 雖然都是聯絡 但是 至少我會覺得 我真的用自己努力 去換算我的 一個理論 對比回 傳銷陷阱那邊 好像 我不敢說他們 是不是真的不努力 但是這個努力 是不是真的正確 是不是真的 就是 合乎回社會的教導 那我都不說 不說宗教 真的 社會上面 是不是正規呢 那我會覺得 不是 那 你說一個正規的生意 是不是應該很多人 說清楚 就算你簽過 那張聯絡 至少有回合 但是這裡是沒有的 但是說 你相信我們就可以了 那 不是這樣 那天做生意的話 好多謝這位事主的分享 其實戴眼識人 真的很重要 不要以為大家教友 一定是很友善 互相幫忙扶持 當如果你認識的那個人 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他只會慢慢去利用你的 歡迎大家繼續訂閱 訂閱William My Channel 緊貼傳銷陷阱的資訊 拜拜